2020年,美国一直尽力,断了华为的手机业务,美国几乎撑起了世界半导体的半边天,仗着这点资本,美国直接威逼利诱让台积电放弃和华为的合作,但即便美国半导体产业再强大,也不敢直接和中国市场闹翻,近几年中国的芯片进口额早就超过了2万亿人民币。 这种规模的市场,放在任何一个行业,都不种小觑,其实,自从美国出台了针对华为的禁令之后,许多国家的芯片厂商都有意与华为合作,那么同样的,美国如果彻底放弃中国市场,那么美国芯片将大量积压,其他国家的芯片将疯狂涌入。 按照摩尔定律,两年后,这些积压的芯片将大幅度贬值,这样做会直接让美国半导体产业受挫,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公司将迅速崛起,因此,一些专业人士分析的是对的,美国不会彻底放弃中国市场,高通,英特尔的芯片还会继续卖到中国,现在中国同样可以脱离美国技术,自己生产芯片。 而像三星这些顶尖的半导体公司,只要愿意,同样可以实现脱离美国技术生产芯片,美国加大力度限制中国进口芯片,其实是在自己为难自己。 2019年美国特朗普有意针对华为,并且放出消息,将会对华为采取措施,比较有意思的是,那时候德国的英飞灵和日本松下就放出消息称,不会对华为断工。 近期,德国芯片厂商又隔空喊话,英飞灵首席执行官,英飞灵的核心技术都在德国,可以保证100%不涉及美国技术,可以放心购买。 现在我们正在加速布局中国市场,中国市场将是英飞灵的主要主要站立,德国英飞灵是华为的资深伙伴,不过,英飞灵并不能够解决华为的手机缺心问题。 英飞灵虽然是世界前十的半导体厂商,但其主要是为市场提供安全可靠的汽车芯片,移动通讯芯片,家用电器芯片的,但英飞灵的表态已经让局势发生了一些些变化。 虽然不能够帮助华为解决手机芯片的问题,但是华为的其他芯片却有戏了,也就是说,华为相关生态,比如物联网产品的芯片的缺心问题,几乎可以解决了,台积电不给华为代工芯片,导致了其他部分国家不敢买华为的5G设备,让德国,英国这些国家产生动摇的最大原因,并非是因为美国施加的压力, 不少国家决定放弃华为5G设备,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了台积电代工5G芯片,华为的5G设备具有不可靠性了,华为除了手机芯片牛外,其实5G通讯领域的芯片同样很出色,但是台积电不给华为代工芯片,华为自己设计的芯片再优秀也没有,而英飞灵刚好填补了空缺,而智能汽车领域也是华为未来着力发展的领域, 与英飞灵的合作,可以很好地解决华为一部分的缺心问题,更重要的是,英飞灵力挺华为,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,之后国际上会有更多的企业敢于和华为合作,敢于给予中国企业支持, 美国强制定自己的规则,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小了,说到底,还是因为中国市场的规模够大了,中国科技有底气了,越来越多的国际巨头愿意与美国的霸权抗衡,选择支持中国,打铁还需自身硬,居然必须思维,被卡脖子虽说是暂时的, 但如果国内的半导体公司不迅速站出来,那么美国仍就会再度利用他们的规则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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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